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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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近日的传统 其实就是走日的创新 那我们今天的创新 明日就成为传统 传统工艺 要从这个创新里面 去把它圆续 这样才可以延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陈万能老师生长在工艺世家 自幼凭着对艺术的敏锐度 积极投身习器制作 因为是我祖父流传下来的 然后我父亲在传给我们 但是我父亲传给我们 大家社会都在萧条 好像边陵快要四传没落 这种状况 我吃不吃就对了 所以感觉到我们 我们这种传统工艺这么好的种药 不可以给它流失这样子 然后我再从事 决定来发扬这个锡 那个时候当然 光复以后大家社会萧条 没有人卖这种东西 所以有一个什么 排档枯下的汤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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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回收 那个时候很困难就是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进口锡 我们要从旧后商里面去回收 我为了要带动这种传统 因为传统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 如果跟不上时代 当然会受淘汰 为了打破固有观念 陈万能改变材质与设计方式 为台湾习义注入新的生机 大家说这个习惠变黑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其他的材质它不是黑的 它是亮的 为什么会变黑呢 那就是光富与富 因为材料缺乏 大家又没有那么多钱买好的东西 当然就要跟铅合金 因为一公斤的铅跟徐纳差好几倍 如果你80%的铅 当然它容易变黑 因为切它是黑色的 又比较软 以前做的东西就用车的 车的很薄很薄 如果年轮廊 大家说这个明明貌貌 它没办法保存 那现在当然不会 我们做的都是存息 如果你有玻璃框装着的话 那30年不会变色 因为这些它基本上都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用这个可能用磨住 那么这一些部分 那么用这个色香磨 色香石磨来磨住 那么另外呢 它就是剪成一片一片 那么这些剪成一片一片 那么它基本上都只要是对层 最后能够抛光 那么它呢 就已经能够完成一个 质体的这种美感 但是我们面对着这个新的 这些题材 它势必是要发展出新的 对于如何利用到锡 那么柔软 这个有韧度 那么具有结晶的光泽 这些的特色的重新思考 它运用了锡 比如说把它这个剪成细丝 利用到它这个延展的时候 所产生的这种结晶颗粒 它一方面呢 非常对于这个传统的 这个工艺的题材 非常的熟悉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这个吉祥的话语 对于民俗的禁忌 这些呢 它也都能够有充分的掌握 因为鹿港啊 从早就一户里楼三万家嘛 从古到今啊 就是因为人文翡翠了 无论书法路工艺路什么都有了 随处您就可以找到题材 但是最主要就是要吉祥 传统的东西喔 尤其这个习气 诗气 跟我们的这个民俗 一般的一些典故 大部分都是对妙语发展出来 所以妙语啊 因为我们这个习 习跟诗 我们大家说是同音啊 所以他有这个吉祥的典故 最初在寺庙的发展就是说 如果你提供庙于一堆席灯啊 当然他永久的祭练 就是表示对神的前程 要保平安吉祥 四福 幸福 富贵 这一方面的 如果我们都从这方面去找题材啊 南部这个南冠森喔 因为他这一间庙宇啊 可以说王爷庙啊 在台湾是总庙 因为它有一个指标性 所以呢 他来这个 金发信的人 他来订购这一组东西在南冠森 我们自己也感觉到 嗯 责任感很重的啦 因为他这个庙宇啊 很多人都来参观啦 他里面的这个 就是说 那一对灯 一对很高的灯 那是意义就是九五至尊嘛 所以那一对主灯啊 我就把它设计为九条龙 上面五角灯 陈万能与儿子们共同创作出 目前号称全台最大的席灯 费时八个多月 展现台湾传统信仰之宏伟 更是现代席义的代表作品 我们现在首先呢 我们要介绍的上面都是席 就是我们说叫做席 有上面看到的花瓶五塞 分别由 第二就是我们说谭香炉 第二就是我们的这席 上面有席的风调雨顺 国泰明湾 然后来就是一对的花瓶 然后呢有象征着就是平安赐福之意 然后呢这个的组成呢 是在我们的祭祀上 一定都会看得到的礼器 也就是神指最崇高 然后香火最鼎盛 必须要摆设的一个工具 更能够彰显出这个庙鱼呢 它的神威它的气势 后来呢我们的民间呢 都相互的模仿 彰显出财富跟文化水准的一个礼器 旗器应该是工具的 严格说起来工具 没有什么艺术品 这个艺术品的创作是我创的 为了带动台湾快要失传的这个十页 我就把它有的把它做成艺术品 然后呢艺术品跟团统 我就是艺术品希望带动团统 我们这样相辅相成了 陈万能的创作融合了 诗 书 画 雕刻整体艺术感 更发挥习气断面表面与柔韧特色 达到雕刻塑造效果 呈现写实立体造型 我去大陆呢看到十二生相缩手 缩小版的山寨品 那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呢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当我买回来的时候拿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想着说 假如说这个十二生相的缩手呢 如果我能够找到国宝级的大师呢 刚刚我重新雕刻呢 按照这个比例雕刻呢 大了他们两三倍的那个食品的话 我想这个应该会更值得呢 欣赏与收藏 所以呢 有一天呢 刚好我在联合报呢 看到有一个席座大师 陈万能师傅的一个创作 所以呢 我就很冒然的呢 打电话请示他 愿不愿意帮我做这个大一点的啦 让我来拥有这个收藏跟那个欣赏 现在是十二生孝孝孟就是 这个刘家这个王董 他拿一些这么小的一些神様 他们都办抽象啊 而且没像阿 你怎么说这件事什么 你说我就不知道啦 虽然他抄袭这个北京的十二生孝孝孟 但是我的说 如果你席来是要把付我去做 我不接啦 我不介意 因為每一個作家 他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他也有人格 我們做東西 絕對不會去抄襲人家的東西 要說一般來說 你要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風格做 所以我就用我的力量 我是用這個寫詞 因為寫詞跟抽象 就是風格不同 但是表達是一樣 我說這個寫詞要頭 這個也是真好自己挑戰 因為什麼動物都不同 這個寫詞要頭 每一間我就跟這個接近 不僅說 那個寫詞有八分 跟這個一般我們俠心 都一樣 這裡的老闆他都很滿意這樣子 在西雕方面 我們創始的地方是在鹿港 所以我就 以這個機會 我就跑到鹿港去尋找 尋找中間 我在陸中看到有一家萬能吸氣廠 在中間我看到他有一個猴子 猴子還有公雞 還有母雞 還有許多小雞 配起來變成 以這一個來做奇家豐猴 這最具代表性 另外呢 有看到他另一件的作品 就是三猴細馬 三猴細馬 因為他三個小猴子 再一個馬 那馬的姿勢 非常做得非常雄偉 這個馬他也得到公益獎 這個牛呢 因為陳萬能先生 在十幾年前 他做的 可能在早期他做的 也是非常得意的 那個產品 所以這個牛上面 有一個小孩子 這個是早期我們農業社會 就是跨五嬰 具有這個代表農業社會的 一個產品的代表物 在現代的傳統工藝食物裡面 那陳萬能老師 算是一個很典型的 傳統工藝家 他幾乎就是一天到晚 窩在他的工作室裡面 默默地創作 他不出去交際 也不善於行銷 就是一個很傳統 很念念的工藝家 那他講過一句話 人要謙虛 驕傲就讓作品去驕傲 我覺得他是 我很敬重的一位 過筆匠 陳萬能作品兼容並序 在國內多次應政府文化單位之邀 於全台灣巡迴展出 且遠赴美國紐約 法國巴黎各國展出 受到各界收藏 文化交流記憶 傳揚海外 他一方面 整個從事於整個新的創作 那麼二方面呢 他還是回到原來傳統的這一些 這個祭祀 那麼譬如說呢 寺廟神殿上頭 那麼所需要的 這個花乾五曬 回乾五曬 那麼這一些呢 基本上頭 他不只是使用到 他傳統的這些器型 那麼他也把商周 這個禮器 酒器 這一些的特色 那麼陸續地加在 他的創作上頭 那麼他這個 加在這一些創作上頭以後 也運用了 那麼更多的技法 一方面呢 就是如何讓他保持這個發亮 然後呢 在這個磨光 拋光的這個過程裡頭 那麼留下了細細的 這一些這個纖維法絲 那麼讓他的這個質感 更為豐富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用了很多 譬如說用貼金箔 那譬如說呢 他用漆 他用玻璃 用寶石 用髮廊 等等這一些呢 製作了新的 適合於現在格局 更大空間的寺廟來使用 為了讓習役廣為流傳 陳萬能積極推廣並從事教學 多方參與學校講座與相關活動 讓更多有興趣的人得以接觸 並學習習役的美好與精神 學校開班或者是說我本身可以演講 可以開班 這是總是好事的 然後就說像這個什麼成就講 這是好事的 然後就說為了鼓勵我們從事教學的 傳統的工藝 我是很明明 我是感覺很好 在我們國內做習器 其實是一個比較沒落的行業 那但是呢 那個陳萬能先生呢 他堅持著用這一個習器的 那個創作跟發展 在習的這個創作 現在在學校裡頭是沒有的 那所以我們工藝中心有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工藝中心呢 我們除了在協助創作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傳承的工作 所以在工藝中心它有工坊 那我們的那個工藝的類別裡頭的進工類 我們可以來開創 我們來開設那個洗的工坊 那麼洗的工坊呢 我們會去那個邀請 對學習這種洗的創作 有興趣的朋友 那麼我們工藝中心找來好的老師 比如說我們也拜託陳萬能老師 來做教導 把它好的技法跟觀念 那麼帶給這個新的朋友們 那新的朋友們呢 再加上他們的創作 我想對習的那個在台灣的 那個進一步的拓展 那麼是有未來的 學生的加入 是習藝文化傳承至年輕一代 讓更多人對文化保存產生責任心 進而擴展習藝的廣度與深度 在習藝的道路上 陳萬能抱持著傳統習藝家族的使命感 不僅將技藝傳承給下一代 並帶領兒子們發揚習藝 使習藝在台灣扎根茁壯 更期盼他們能放大眼界 將所學所能推展至國際 我們這種公益 所謂傳統公益 都是父傳職 子傳孫這樣代代相傳 但是你要拿那個恰到好處 為什麼呢 你雙種身份 雙重身份 亦師亦父 還是老師 還是老爸 教的孩子 你要自己認識得很清楚 工夫裡面一定是老師 一定要很嚴格 但是聯格裡面 免不了有一些關心 圓力也是教導的一種 老師對學生的這種態度 但是對自己的孩子就不同 你要分兩種的心態 去教學這樣子 我對這個小孩他們的期盼 望子成龍 望你成鳳 他們這兩個 他們都送給他們到美國去留學 甚至說我這個第二個小孩 陳志揚他現在就練成功大學 博士 他大學是美國紐約的 世界藝術學院 彼合的 我為什麼要送給他們 去國外去練書 主要就是希望他們融入他們國外的一個社會 以後將我們的習發展到國際 不可以極限的台灣這棵子的兒子 而習的創作就是我的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這是一定要創作 所謂的習的藝術品 從早到現在 從千逃到現在都沒有人做 上一次包括全世界 這是我感到 我還是覺得悲哀 感覺智慧 感覺自己安慰 為什麼要悲哀 習的藝術品怎麼這麼少人做 現在三家活跡店裡面 就有一家兩家賣這個習的 你看你們十幾年前二十年前看有沒有這個狀況 絕對沒有 這就是我很耐心的把它帶動起來 至於藝術品 因為它比較沒有地域限制 它比較廣泛 每一個地方它都喜歡我們的一些藝術品 所以這兩個小孩 活到美國 主要就是要給他們看 我們的習慧 他活到 融入他們的生活之中 傳統工藝 你一定要複合這個時代的潮流 因為工藝是我們 我們生活中產生的東西 我們生活中用得上 當然你就有化產的空間 所以工藝這裡 我是感覺到 如果隨著這個時代的轉變 這個潮流在轉變 這樣你就會延綿不斷 繼續地創造下去 當然我一直學下去 這間 這個工作從小看到大 是興趣 也看附近這樣在做 負擔的責任也很重 希望能夠多幫他分擔一些 不管是哪一個行業或是甚至書法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風格 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如何去更表現 在技術上 你有怎麼去更精進 所以這就是也是一個持續不斷下去的一個動力 當然是為朝向比較所謂的 更符合這個時代潮流的一項東西的一個呈現 除了能夠再更生台灣之外 希望慢慢能夠拓展到亞洲地區 甚至於能夠喜歡用習的地方 陳先生他的具體的貢獻 那麼一方面呢就是 由於他個人的用心 他個人的特殊的 非常誠懇的特質 能夠知道傳統的精要之處 我們也可以具體地說 他把傳統 那麼跟創新這兩者 變成互相增補的一種元素 那麼讓這一個習意的發展 發展到前所未有的 別處新材的這樣子的創作品 陳萬仁老師他這次能夠獲得 國家的公益成就獎 這個獎項是表彰 終生在從事公益的這一塊的領域裡面 有貢獻的一個人 我覺得對他的人生來講 他雖然帶他兒子一起在做 他應該是一個鬥點 而不是一個據點 也就是說他後面 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我們希望他得到這個獎以後 他能夠除了給他肯定以外 我們也更希望 他藉由得到這樣一個獎以後 他能夠更加的激勵 不管是他在自己的創作 或者說在傳承給後面 他的兒子也好 是他的有人願意學習的部分的話 對我們國家的一個公益的一個保存 跟推動跟創新都有所貢獻 信心跟驕傲是一獻之歌 我們到現在還在學習 團從工藝是活到老學到老 就是這樣子一直變一直變 在學校裡的一個人 他曾經有保存 等於是往那位屏今 他們每次的名字 都會有在歌 還有一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